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我想给大家讲三大要素 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我可能会说 那么首先面向未来 第一个要素可能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 会展现第一个要素是云计算 首先在我们将来的编程当中 可能越来越多的编程环境当中 我们现在可能平常都是在本地编程 那么在接下来的计算环境当中 我们会越多的接触云计算 平常我们可能接触云计算 都是在去搭建服务器或者是大数据架构当中 但是在接下来的编程环境当中 我们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的用到云计算 那么第二点要素是最近越来越火的人工智能 我们知道Chat GPT或者是Mid Journey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越来越多用到AI 其实在编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多的 也会用到AI辅助 那么接下来的编程环境当中 我们也会更多的用到AI 帮助我们去写代码 那么最后一点要素是这个产品 其实这个技术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工具 如果是脱离产品的话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技术转化为最后 我们这个编写代码的效率 所以说在接下来这个分享当中 我们会用一个真实的案例开始 给大家展示我们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PPT开始 我们现在是从一个真实的问题开始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接触Java的开发多不多 这个Spring Panic Pet Clinic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Java项目 所以我们在学习开源的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接触到这个项目比较多 那么在这么一个页面当中 这个页面是我们要去寻找这个owners 去寻找这个列表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寻找这个owners的过程当中 它只能用last name 就是用这个信去查找 那么在有的时候 其实这个方便 因为我们可能要从名也去查找 就是从first name去查找 那么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需求 我们想用这个信去查找 而就用那个名去查找 那么怎么办呢 用开源的方式 我们就从Github上去 开这么一个issue去 就是给提给这个engineer 让他们去把我们的需求给解决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经典地产生了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那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这个engineer专家 来解决我们的需求 那这时候我们就邀请到 我们这个微软的这个 著名工程师张岩同学来帮我们 来解决这么一个需求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的这个演示 他来用这个VS Code的云端生态系统 怎么用这个Java和Spring插件 以及Copilot 以及这个整个的AI助手 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谢谢Nick 好的 那么Nick做了一个PM 咱们经常会做的事情 就是提需求 然后他开了一个issue 然后趁次跑过来就来找我来干活了 那么我看到这个项目以后呢 我先部署了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一个宠物医院 然后它记录了一些宠物啊 或者这个宠物属于谁的 比如说这个FindHonest的页面 我比如说什么都不输入 然后我点FindHonest 它就会列出所有的宠物 然后他们的信息 所有的人吧这是 然后它有哪几个宠物 然后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demo嘛 那用来帮你练习这个Spring的开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Betty对吧 然后我点一下这个FindHonest 我搜一下Betty 然后发现不行 她说我Betty Betty不是LastName 所以她就搜不到 然后就体验不是很好 然后她就想来 叫我修一下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呢 我打开了Github 看到她这个issue已经开在这个repo里面了 那我也不是很懂这个SpringPathClinic对吧 那我先看看代码 打开一看这个挺复杂的 我也不知道代码层次结构 我点亮一下 Source总是原代码 第一你看它反应也比较慢 这可能是Github的网络问题啊 但是呢我找那个SourceCode也要找了半天 找不到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引入一个Github新推出的一个功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你先回到这个它的主页 好 这个时候呢我按一下 大家注意这个域名啊 现在是Github.com 然后后面巴拉巴拉你的repo name嘛 然后这个时候我在键盘上点一下 那个句号那个按钮那个点 然后我按了 然后它会自动帮我们切换到一个叫做 Github.dev的这样一个域名下面 然后我们等它打开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它打开了一个看上去很像VSCode的东西 这个就比较熟悉了 那因为这台电脑呢 不是我平时常用的开发电脑 所以我这个部署环境啊什么的挺烦的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线上的编辑器里面 直接就开始快速地浏览一下这个代码 那么刚才那个项目它叫什么 它叫FindHonors嘛 那我看看这个代码应该是跟Honors相关的 那首先我先打开这个Greencast模式啊 那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操作了 包括我点啊按键盘都可以看到 那我比如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叫Honor的文件啊 有这么多 那么Honor Control打开看看 就像一个真正的在我本地上运行的VSCode一样了 看起来是这样 然后我浏览一下 好像就是这个 Honors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Code啊 好像跟 你们看得清吗现在这个字体 需要放大一点吗 可以的话那我就这个字体了 你看到的内容多一点 我们看到啊 我把它这个换行打开 看它这边是 反正我也看不太懂 反正就是拿到一个LastName传进来了 然后通过这个地方去查找一下 然后最后返回过来嘛 那我们进去看看这个函数啊 它跳过去了 然后它调了一个Honors.FindLastName 再进去看看 最后它进来了一个叫HonorsRepository的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上面绑定了一个query 我们把换行打开看看 这个看起来就是 好像就是从这个Honors.pet的表里面 然后把这个Honors的LastName 跟我传进来的LastName比一比 然后就返回过来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具体实现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简单一点的话怎么去修它呢 传进来的东西叫LastName 我不管我名字也不改了 但是我这个query我把它改一改 比如说就要改成什么 什么all query我也不是特别会写 抄一抄吧 什么all 什么FirstName之类的 all 比如说FirstName 什么like 什么巴拉巴拉巴拉 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 那我也不去改它 不把它原来的代码改坏 比如说我去 加一个什么page honor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什么find by name 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有一些基础的补权 但是好像不是很准 但是似乎是体验下来 代码高量也有 然后基本的补权也都有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编辑器它本身 我们看看它插件装了什么 它其实没有装什么插件 什么插件都没装 装了一个Intel Code 它是给你做基础的代码补权用的 那其实Java插件啊 什么插件 Spring插件都没装 但是看上去好像可以给你一个比较方便的 第一次的打开这个Repository 看看代码的体验 那我看看能不能把它跑一跑吧 我把这个revert回去 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强 这个地方可以打开一个terminal 我看看 诶 好像不行了 它本质上还是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帮你把这些文件render出来 那么没关系 如果我要去运行它呢 它这边提供了一个方案 叫做Continue Working Out 那我点一点 然后它就说 你要么就创建一个CodeSpace CodeSpace CodeSpace是GitHub提供的一个服务 就是它会帮你生成一个CodeSpace 其实背后是一个container 然后那这样的话 它会帮你在云上面部署一个开发环境 那你只要远程通过浏览器 或者通过你本地的VSCode连上去 那就可以比较快速地去开发它了 而且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你比如说我同一个Repository 我要做不同的feature的时候 你本来要这个brunch 那个brunch切来切去很麻烦 对吧 那我现在不同的brunch去开不同的CodeSpace 它们天然是隔离的 不会互相干扰 对吧 我就不同的任务就可以切换得比较方便 然后后面几个选项 一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了 就我把这个代码仓库我clone到本地 然后我就在本地开发 那我们现在就demo高级一点的 我们创建一个CodeSpace 之后它会跳出来一个弹窗 它拿到了一些机器的配置 它问我要选哪个配置的 那我保守一点好不好 我选一个两个盒 四个集内存的 好 这个时候它就会开始创建CodeSpace 这个会稍微花一点时间 它会干什么呢 它这边就打开了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似乎是找到了一个DockerImage 然后开始创建这个container了 然后一会儿它会下载 根据这个 有logs可以看 我们看看 这个是它在build的container 然后container build完之后 它会下载一些 根据你的代码里面的语言 比如说它发现你里面是Java的 然后它会去 帮你下载Java的Runtime 然后包括VSCO Java插件之类的东西 等于说 你就等于一键 搭建开发环境了 那我们这边就不等它了 反正它会一会儿它肯定会弄好的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我这边其实有几个CodeSpace的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laughing space 什么 它自己random生成的name 然后性能强一点 八核的 我已经开好了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域名 就是我的Github的那个名字 然后后面是这个CodeSpace的名字 然后一堆hashcode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看上去好像跟刚才的那个界面非常的一样 但是你看到左边多了很多tab 其实是 然后我们看看它装了什么插件 它可能要去fetch一下 发现这边其实装了什么Azure插件 Debugger Azure插件其实我后来自己装上 等会为了demo演示的时候需要用 它默认会装一些Debugger插件 然后Spring的插件之类的东西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Terminal有了对吧 然后我们看看它是不是能正常用的 这些文件都有 看看有没有Java 它给我装了个Java17 那么我们现在先 先跑跑看吧 刚才我们猜测是那个什么HonorController那边出了问题 那边出了问题 就是我把这个Spring customMode再打开 这样再看清楚一点 那我加个断点好了 来确认一下 来确认一下 然后我们到Spring 这边有个Spring的Dashboard 那它会把你所有的Spring的项目都列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Bug 对不对 我不应该点Round 我应该点Debug Round的话 它就it不到断点了 没关系 这个是不是跟你在本地跑这个VS Code的一模一样了 对的 对的 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 它在远程的那台Docker container里面 它跑了一个Local Host的一个SpringPad Clinic 然后我等于说我在远 等于说我这个网页的界面只是一个Client而已 我通过网页去操作了它远程的那个BS Code的实体 然后其实像比如说你打游戏会有什么云游戏 那你手机上不用下载什么游戏的本体 只是说你是一个Client而已 所以它其实体验上跟你在本地运行其实一样的 我们连上去之后一看到它这边的包括Memory什么的 它的Live的数据其实都是有的嘛 然后这个是一个Spring Dashboard提供的一个体验 然后我们先把它停掉吧 然后开这个Debug模式 你看到它运行的时候这个图标是会在转的对吧 然后你看它现在本来理论上 这个是不是应该会是一个运行起来的图标 但它现在图标没有 这似乎是一个Bug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背后的原理是因为 其他的这些图标它是BS Code内置的图标 所以它加载这个资源的时候它本来就有 然后这个图标是一个SV机 其实它可能是因为网络的问题它下载的时候就会下载不到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瑕疵的地方 可能reload一下就好 好 现在我们已经运行起来了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它是跑在远程的localhost里面 那我怎么样通过我的电脑 在这个网络环境去访问到它的localhost呢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pods的view 其实那个codespace自动帮你做了端口转发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local address 然后对应的是远程的8080的pod 然后比如说我open in browser点一下 它其实是会做一些auth 然后把这个你可以看到它坏掉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一个spring的一个error的page嘛 那就是说明它确实是跑起来了 但是它现在有一些问题 我们看看这个debug console有没有东西 这个terminal这边 你看我刚才有一个error 这边就确实有一些error的log打出来了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error 它说什么resolving welcome template不对 这个我也不懂 我们就先去管它了 然后就把它给关了 我们试一下这个编辑代码 我们跳到这个刚才我们认为应该要改动的地方 这个find by last name 那我是想要加一个find by name 然后page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的因为有了java插件 所以它的补权就是跟java相关了 都是java的类 然后honor 我叫什么来着 find by find by name 然后我叫一个string name oh pageable pageable 哎 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 后面他我还没敲这个分号 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分号出来 然后颜色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对吧 然后我们就先往下看 那我现在要抄一个query过来 嗯 我看一看这个query啊 那我我先试一下手敲吧 就正常情况下 我肯定是复制一下 然后改一改吧 我们手敲一下 看看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啊query 手敲一下 一般来说会发生 失误会抄错单词 仔细一点 distinct honor 诶 刚才那些像幽灵一样的 叫ghost text又出来了 他好像觉得想教我做事啊 想教我写query 那我们看看他现在是说from honor left join 似乎是对的 那我们可以 呃一点一点去补权 他我按住这个往右走 honor是我要的 是我要的 这个也是我要的 这个fetch好像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我不要了 我接着瞧 honor honor点pads 然后往后瞧 where the first name like name 或者last name like name 哎这个就其实确实就是我想要的 好 这个时候 哎他他又给我补权了 对这个也是我想超过来的 这个时候我整句都想要 我就按一下tab 好补完了 这个就是find by name 那其实刚才看到这个东西就copilot 他给我的补权 然后他可能是根据这个上下文 并且我输入的这个 呃名字啊什么的 呃来猜测的 看起来还是 似乎还是挺准确的 就是能用的 那我们后面去用这个find by name 这个function 我们把它快速的替换一下 honor这边 我们回到这里 那我这里也去抄一个一模一样的function下来 那这次我就不手敲了 大家也看到 然后我就把这个last name改成name 我等了一等 犹豫了一下 他就把整个实现都给我推荐出来了 我看一眼啊 呃大差不差 然后最后调用了我刚才 呃实现的那个写的这个function 好补权完 然后 呃我再去这个地方 再去这里 那我就直接简单的就把自己替换掉了啊 能先能用就行 替换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替换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运行一下 这边已经运行起来了 然后 我 然后我去pots里 打开这个 然后 然后 我去点finalness 我们要搜Betty 对吧 诶 你可以看到Betty 就出来了 诶就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功能给实现了 这个时候我就跑去找那个nic交差了 好 但是这个我们这个看出来这个copilot加插件好像把我们这个做的东西都能直接给做出来都猜出来了 很强大 那么一般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把代码实现了以后好像还会去做接下来的单元测试之类的东西 那么我们这个会把接下来的这个环节给走通吗 嗯 我看一看啊 这个项目 这个知名的demo项目应该都是有这些模板的 我看看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testing的界面啊 然后我点开之后他会把所有的unitest都列出来 然后我们跑一下好了 我们刚才改了一个叫honors相关的嘛 跑一跑 我估计是会挂掉 因为我改了他一些一些代码 那我不知道他test有没有cover好 他没挂掉就说明他的test case coverage不好 对说的 哎你看到有一部分是过了 但是有一部分挂了对吧 然后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看看 啊 那你看我又看不懂了 反正就是一个npe 呃 然后我们让那个chat gpt来解释一下吧 反正我看不懂 啊这边有发现你编程编的也挺默语的 啊 个人水平问题啊不代表别人啊这个 看一下啊这个这个怎么用 我也在这边没有用过啊这个 啊这个chat的功能是要在那个insider的版本里面用的 我等会拿insider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我看看这个可能是一个stable的版本啊 stable的版本 那没事我自己那只能靠自己了对吧 这个靠AI自己如果不行只靠AI那个靠不住了 啊那看起来似乎是他这里掉了一个 旧的那个name 我们把它改过来看看办的bre name 然后 保存一下然后我点一下那再跑一跑 看看会不会过啊 然后他下面在那边rb test Rumелен了吗 还怎么这么待 我是不是掉线了 网络不好 我看一下打开是DTW 可以的 你上了吗 就load一下 所以在云端编程有一个好处是方便你不用部署环境但是坏处就是你一定要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网络环境 但是 只要他不把我做的东西给丢掉 那我那些改动还在的话 我就可以接受 看一下 看有没有在啊 是我改的还在这里啊 行吧 刚才那个test case 能跑吗 我再跑一下啊 哎你看过了 我刚才把这个find by last name 改成find by name 就过了 反正就是一个一个修呗 test case 我就不不展示了 好的 嗯 那那现在就是我们unit test也跑过了嘛 那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说我们test通过以后会 把这个代码给部署到我们这个生产环境当中呢 呃可以的 可以的吧 我如果生成一个架包然后我有一个云上面的 我随便找一台机器然后把它deploy上去不就完了吗 这个是运维的活呀 是吧 啊没关系 我们看看 分得这么清楚 我对azure比较了解吗 所以我这边刚才不是说了我为了demo 我装了一个azure的查检 然后azure上面其实是有那个azure spring apps的支持的 对sprint有一些特殊的支持 就不用你去操作vm什么的 然后 我其实拖拖的创建好一个instance了 然后这个就是 我下面那个sprint 派的clinic就是我一开始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功能不对的那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要deploy上去的 其实我已经deploy好了 然后我在功能不对的那个我deploy一个给你们看看 我只要点右键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deploy 然后点了deploy之后我把我 呃 还好好的那个mayvm 哎这个什么时候来的 啊这个我是是我之前compile好的啊那我可能是不对的对吧那我 重新compile一个 那我们回到这边来 啊可以看到 有什么 有java查检 有没有mayvm查检 没有吗理论上应该是有的 那没事我们自己敲一下好了 mayvm cleanpackage 呃 对这个是 刚才test case没过吗 哎没问没有啊 没问rapper总有 没问rapper有的 那我们编译一个 哎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个 format不对 那可能是我刚才改的 问题 就是 style不对 对 那我们 抱着他这个 瞧一遍 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修好 似乎修好了 他bill的好了啊bill的出一个就是这个假 那好我们 去deploy一下 右键 deploy 然后把这个选上 好他就开始传这个价了 然后传完他会重启一下这个 服务然后就 理论上我们等会在这个地方就 搜的时候也能看到了 那我现在已经deploy好一个了就是 先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 这个地方就是跟刚才一样的效果 啊我们就先往后demo吧 嗯 那我也能deploy 那我也能deploy 这个观众有问题啊 两位老师好 我叫王航 然后我是 Edge Spring Apps的一个产品经理 我想代表我们的Edge Spring Apps的客户 想问贵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客户他也在尝试这个Pack 因为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项目 但是他们在deploy之后的话 呃由于经常什么重启啊或者什么之后 他们会发现很多数据丢失了 所以他们想 委托我问一下贵族就是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啊这个这个demo project 一般都是in-memory的database啊 比如我们看看啊看看他到底选的是什么 啊 可以选点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他database用的是h2 就是一个in-memory的 然后你看到他其实这边有一些 其他的profile 你可以切换到MySQL啊或者 呃 Postgres 然后你用这个deploy上去就好了 但是这样的话我就要重新deploy一下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username password都放进去 那可能这样是特别好 那这又要找运维的同学吃了对吧 我这边倒是有一个解决办法 不如我们一起paircoding一下 你还有包袱的 对对对我们一起上来看一下 那你那你来教我一下吧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 呃那个 我看一下你是不是已经生成好了一个MySQL DB 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空的 就是说就是说我现在其实我不用改 我不用重新re-deport 但是你可以让他切换到MySQL 对我们不用做任何代码修改 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你创建的MySQL 对对对对 你之前用的是H2对吧 之前用的是H2 好呀好 我们 Connect上去看一下这个数据库 是啥样子 SQL的那个命令行还记得吗 试一试 OKOK 我们不能说password 你就议会一下 议会一下 对了 OK 酷 我们先看一下DB吧 show database 分号 我 梦回 啊 OK 我们看到这有个PiClinic 0416 就是我们今天建的这个DB 我们来选择他 Use Use 对 PiClinic -0416 Use 不用加分号的 我知道的 上面那个不加分号 show tables 好我们没有骗大家 这是一个空的DB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用一个 我们的Service Connector 把我们连到这个DB 我们切到刚刚你deploy完成的那个instance 可以吗 看一下 Azure上面是吗 对 这里 也行吧 对你 我其实是可以 有一万种方法打开 一万种方法可以打开Azure portal 对吧 这个右键 View in portal 也可以 他算了 为你打开 那就是他 好的 连往后也不是 我们就 对不要 点到Apps 这个是吧 updated 对 然后找到Service Connector 在左下方 看到这个紫色的 在网上 Service Connector 好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通过Service Connector 把我们的instance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空的DB给连起来 Connect啊 对 Connect 理论上如果网络没问题 我们应该能找到刚刚的那个DB 来看一下 Service Type是MySQL Flexible Flexible server 对 first one 这个要改吗 这个不用改 这是系统给你选好的 然后我们选择Flexible server 这个 对 这是我们刚刚建好的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建的DB 0416 OK 这个要改吗 这个不用 对 他会自动detect到我们是个Springboot project 好的 在这个地方你需要进入username和password 就在这里书 我不用在那边书 对 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如果我们用Service Connector 是不需要在 不需要在你代码里面做任何的 修改 包括这些credentials也不用放在代码里面 这个keyword要存吗 可以存 可以存 keyword我记得是那个嘛 就是帮你存password的那个 对 是的 然后呢 对一路next就好了 他要做个check 对 他需要validate一下 可能会花个几秒钟的时间 已经几秒钟了 好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 现在正在 这个要多久 一般30秒钟 当然我希望打我脸几秒钟 一般30秒钟到一分钟 Depends on你的region 我们先 那他 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正好30秒 应该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Service Connector有没有连接成功 不会自己刷新 他应该已经刷新好了 但是我们 等一下吧 应该网络连接在吗 在啊 OK好了好了 我们点一下validate 在最右 对对对 Nice Service Success 这就证明我们现在这个连接已经建立成功了 我们只需要最后一步 就是进到我们刚刚那个instance 把我们的db指向MySQL 就可以了 进到instance的意思是 回到刚才的app 回到刚刚那个app 然后点进去 点进去 点进去 然后点击configuration 对 environment variables 对然后在这里我们指向MySQL 就是我想一下spring 到profiles 对我们相当于修改一下他的配置 然后选择 就是其实你还是利用了他那个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个profile save save 在组上就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连到MySQL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数据那个代码层面的修改 只需要在这个配置上面 把它指向一下过去就可以了 那其实就是你理论上是 用了 用了这个MySQL的profile 没错 但是这边的username和password 还是我 我没有指定 我的app里面是没有的 对 但是你的service connector 来做这个代理 没错 这个过程 当你建入了完成之后的话 已经save了是吧 它实际上是会重启一下我们的instance 然后后台的话 它就会去 把我们刚刚那些db的script来run一下 那我现在可以用吗 我们先去sql看一下 那些table有没有建立完成吗 它可能会有几秒钟的时间延迟 那我还是show tables Nice 我们看到刚刚空的数据库里面已经建了很多table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写操作来确认一下我们 这个写是完全可以的 对写操作 是这个吧 应该是吧 add new path add owner吧 都可以 我add owner 好呀 填上你的大名 地址啊 地址啊 填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It's only for demo 这个让大家focus一点 好的好的 不要太长了 那手机号11位总可以 看一下 美国 美国 外国电话 需要localize一下 10位对吧 好的 我们来回去 查找owner这个sql language你会写吗 问一下缺gbt select 问一下缺的gbt 没有没有 你知道的话就自己写就好了 我一直 已经ping这个东西ping在这里了 然后我现在脱离它我已经不会用了 我很多那个命令行啊什么的我都要去问他 我来看一下吧 selection from owners 那个table应该是owners OK 我们刚刚看到你的名字已经签讯进去了 还挺方便的 可以可以可以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谢谢大家 那好了 那那我 找什么 找那个nick去交差了 你做的产品经理就好了 那我可以下班了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 张岩这个大 大工程师加上这个 非常牛逼的观众这个王航同学啊给我们 把这个整个 这个an to an的流程都解决了 然后 我们到 那个 最后一页是吧 在前面一个 好的 那个 在刚才的这个分享当中啊 刚才我们提到了整个 面向未来编程的三大 三大要素啊 首先我们看到了 我们从这个 vscode.dev加上 code spaces 当中我们进入这个云端编程的环节 然后我们这个用了这个java插件加spring插件 呃这个利用了这个基本的补权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了我们有这个 呃 这个java的这个项目管理加上了这个spring插件的呃 呃视觉效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编写代码当中 然后我们看到了co-pilot 呃甚至不用这个 怎么怎么 怎么写代码就帮我们把这个我们 呃 我们剩下的代码给 呃补权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部署代码的过程当中 呃部署代码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这个 呃 spring apps 然后基本上就是用几步操作就 呃把我们的代码部署到云端环境当中 最后 再用这个mysql加这个service connector 然后把我们把数据库的问题给解决了 所以 呃在这个短短的 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 我们就完成了整个呃一个github从一个github issue开始 我们把这个端到端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所以呃基本上我们的操作都没有离开浏览器 都在这个云端的环境当中解决了 所以如果说你比如说在外面不当心被你的老板给叫了 你可能就不用自己的电脑你都外面的电脑你就解决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认为的一个面向未来变成的一个环境 然后现在的话就我作为pm 可能我就直接上去把我的这个github issue给关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 然后 接下来是我们是不是提问 提问环节还是什么 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 当然大家可以首先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那个 刚刚那个 我们有一些调查问卷 以及 呃我们github issue的那个 二维码 大家可以 对 就是这个 二维码 右下角的是我们那个 调查问卷啊 如果你是 vscode的开发者啊 啊 Spring啊 或者java 或者 云 云啊 等等的开发者 欢迎啊 来填写一下 我们的调查问卷 然后我们 vscode的java团队也会 啊 收到你的 反馈 然后 继续改进 我们整个的 一个 呃 java的 Spring啊 等等一个 开发体验 还有你遇到任何issue吗 也会 欢迎 填写到我们的 呃 开 给他们issue 或者发到我们电子邮件 来 来提一些issue啊 或者是那个feature request 好 然后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啊 我们三维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啊 我就发现可以从浏览器里面啊 只要有一个浏览器啊 anywhere 然后何时何地 我只要有浏览器 不管是 呃 编写啊 调试 unites 甚至于部署 运维等等 都能做 那么ok 我们就到了我们这个qa环节啊 然后qa环节的话 啊 我们线下的观众就有一个好处啦 就是 我们线下的 每一个session 前三位的提问者就能获得我们 由人民邮电 异部社区送出的一本一本书 啊 所以我们到这一场的qa环节 就首先看看我们 线下在会场的观众啊 有没有对我们这个session啊 或者vscode的或者vscodejava 相关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举手 好 这位同学 然后我们志愿者送一下 啊 我们这个 领奖的劝啊 到时候就是说 会后啊 或者说session之后 可以到那边的 一部的展台 来去选一本书 我们刚 整个刚才那个流程就是 呃 就是整个非常的高效 但是就是他有个依赖就是说我们需要可能需要科学上网 就我们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我们单前的网络环境就能够很流畅的使用vscode未来的这些功能 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啊 我很期待的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但是 呃 主要是 github这个域名嘛 现在codespace他是部署在github上面的 所以你只要能放流畅的访问这个github的域名其实就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 其实azure的他其实在中国的 那个服务其实做了很多跟运营商的那个沟通啊什么的 所以azure 上面的东西其实我网络 就是在国内的网络也是比较方便能访问到的 也不会被强啊什么的啊我只能回答这些然后 希望未来会有改进吧 可以给那个 可以给 可以给github的codespace去开issue然后跟他说我是在中国地区的我可能你是不是能够 对我们的网络进行一些优化对吧然后如果大家都去点赞什么他发现哎你们用户基数很大是我 可能他就更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也是开源社区 一个比较 呃常规的操作 对 我们这边是一直在保证给他不的网络通畅问题就是 呃我们确实碰到过有的时候github在中国就是不当心就挂了 然后但是一般碰到这种事情我们都是当做当做紧急事故在处理的 就是一旦出现这种事情我们这边就是搞的就是鸡飞狗跳的然后 就是各种我们公司内部就开始发疫苗再处理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呃也不是说我们想要这个事情发生的但是一旦出现这种事情我们 公司就整个大家就是就是在最短时间最短的时间内去恢复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没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 对就是这个这个样子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啊就总结一下就是遇到比如说因为我的体验其实我用自己家电信宽带 其实有些时候还是呃会比较正常访问但是可能有些时候比较慢嘛因为他的服务器可能有一些并不是在 呃中国区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是有些时候是比较慢的问题所以说遇到这个问题可以 到github或者说呃github的report相关的issue或者给github开ticket 然后多反馈一下可能大家都会呃注意到啊 好的我刚才问了一下那个new being啊他还说了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use a mirror site 你可以看看国内有没有一些镜像站 因为国内其实很多语言但是都有镜像站 好的好谢谢那我们看还有接下来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这里这位同学先举手 对我是一个浅端开发工程师嘛 然后我看你在使用的时候TWS Code 你开到自己Codespress的时候他旁边是会有些插件的嘛 嗯 呃但是他跟那个你开那个主项目的时候他旁边的插件其实只有一个 对吧 我想知道就是说 自己的那个Codespress里面那些插件是要自己装还是说 他是会根据你的项目进行一些推荐安装呢 呃是这样的 就是 你的reportray里面如果定义了codespace相听codespace有个定义文件 就是说你可以对你的项目 你的你的reportray有优化说我就是要指定 是什么样的image然后我 什么样的doc file装什么样的插件配什么样的环境变量这是都可以的 如果你配了他就会按照这个里面的定义去帮你 洗这个doc container 如果你没有配他会根据你的report的语言然后给你 从模板里面挑一个最适配的 也就是说 呃你自己拉的codespace的话他其实会给你一些推荐的插件安装对吧啊是的 当然你 装完之后你进去之后你你觉得哎我有些插件没装我可以再接着自己装这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安装之后他会跟着你自己的 账号吗还是说会跟着他跟着这个codespace的instance走 就是这个其实相当于你在远程其他 在vm或者doc imagedoc container对吧这个container主要在 你在里面做的任何改动其实都是保存在里面的你换一台电脑去访问他也都是一样的 然后包括大家刚才看到了我不是有一个很长的url吗 然后 那你们看到了如果记性好的同学如果把它背下来了然后他是不是也能访问呢 啊其实是不行的因为github他自己做了一层auth的 只有我创建的然后我才可以自己访问 那包括我看你的插件里面其实 就是装有copilot吗 嗯那个是不是也要跟着自己的账号 啊那个是的copilot你要去 第一你copilot基本版的话你可能在github上面有有这个subscription你要去订阅 然后订阅了之后你如果想用更高级的像chat之类的 就是在insider里面的那个试用版的话 你要去join这个waitlist然后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你approve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chat 啊这个然后你要下载那个vespoinsider的版本去用他nite build就可以 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今天比较可惜没有机会展示这个东西 嗯好谢谢 谢谢 谢谢讲师的回答 哈喽你好 我现在我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问题是这个项目的承载量它有多大因为很多项目它可能是 一个工作空间非常非常多的文件然后第2个问题是 因为github的它的runners的注册功能是非常成熟的 然后我们这个codespace有没有机会说 开发一个类似runners的一个功能让这个代码跑在 呃相对私有的或者说本地的一个环境呢好我的问题就这两个 呃我不知道有没有正确理解你是想在codespace里面 让代码运行在你的现在这个本地还是什么意思 呃对这是我的那个第2个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有一个像类似runners的一个功能我在 呃比如说公司的一个私有的本地服务器注册一个runners的 叫github或者说codespace这种地方然后跑在本地呢 是有些代码的话它可能在 呃私有那个本地服务器里面更安全一点 呃可能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包括 呃port forwarding啊这些机制它都有成熟的api 如果你在那个vscode上面开发一款对应的插件 然后你在公司做对应的服务然后他们是有机会联通起来的 然后如果你不想用codespace你可以用vscode server就是 它可以允许因为它是开源的嘛你可以自己deploy在公司内部的 地方相当于你那公司内部自己搭了一个codespace 这也是可以 那我刚才那个第1个问题就是这个 呃项目承载量的话就是说它的浏览器里面 左边那个文件数 它这个项目承载量能够 有多大呢 呃这个东西在你可以去github然后里那个settings里面 它有个叫billing的page然后它会呃详细介绍用code用那个codespace 呃你的cpu的时间以及你的那个storage的size 然后它是怎么收费的情况 据我所知的话 呃好像是 有一个上限但不是很小还挺大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啊好的好的谢谢 男性的给大家做客不摇取得出 Risky '. 挂ด个重弓 。 d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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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